Hello 朋友们好 我的港版的银色MacBook Pro 16寸的M4 Max版本到了 所以买港版是因为港版可以直接使用AI功能 不用麻烦的去设置命令行才能使用 买的这台的具体配置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页面 我选择的内存比较大 是64GB的版本 所以也只能选择M4 Mac的版本 我用它主要是用来剪辑和处理HDR素材的调色 而且因为我最近用手里的一些机器拍摄了很多HDR的素材 所以有一台可以完美的处理HDR素材的设备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顺带可以进行一些娱乐 因为这一代的显示性能也有大幅的提高 OK 那我们先简单来开个箱 后面再聊聊购买的原因和一些初步的体验 同时这里也预告一下 未来我这个频道里面也会大量更新HDR或者杜比世界的 相关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去关注一下 从包装上来看还是延续了苹果的一贯风格 简洁和环保 疑似多余的信息都没有 不过这个包装的桌面壁纸看起来还挺好看 下面我来打开包装 我不太喜欢用破坏式的方式来打个风条 所以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比较温柔的打开包装 然后将盒子慢慢拿下来 如目前的你有没有也喜欢这样打开包装的 还是都喜欢那种私下风条的方式来打开呢 打开包装后直接就可以看到机器的本体 颜色的版本看起来和我三年前买的M1 Pro版本的MVP是一样的 那台是人生中的第一台苹果笔记本 当时买的是一台最低配 主要也是想体验一下Mac电脑 在经过了M1 M2 M3的迭代之后 现在的苹果M系列处理器来到了M4系列 性能提高不少 相对于M2 M3 M1的提升 这次M4芯片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不过毕竟也是经过了三年了 那也提高的太少了也说不过去了 拿出机器本体先放在一边 我来看看包装盒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一条白色的充电线 一个简易说明书和贴纸 一个港版英质的充电头 还有一个苹果自带的140W充电器 可以看到这个体积是真不小 这个我先放在一边吧 因为它只有一个Type-C的口 我手里有一些其他的支持PD140W的快充 体积要比这个小一些 而且最关键的那些充电头都不只是一个充电口 所以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 我先把它放在一边去吧 然后就可以将机器从保护贴纸中抽出来了 像这样 还是银色的机器 可以看到外观 其实和我三年前买的M1 Pro的MacBook Pro 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尺寸从14寸换成了16寸 而且如果不注意观察的话 甚至可能不会发现是换了电脑 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试一下那个新的黑色的款式 其实答案在我上句话中就已经说过了 看懂得请举手 当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比较担心黑色使用时间长了之后 会不会掉漆 影响它的外观 不知道这点在已经买了黑色款的观景中 是否也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呢 下面就到了最平淡无奇的开盖首次开机了 一二三开机 单手开机可以看到是没有问题的 听到了一声咚的声音 然后拿下屏幕上面的这层纸张 就可以看到这块非常出色的屏幕了 这块屏幕的素质确实是第一梯队的素质 后边我会稍微聊一聊屏幕 这块屏幕 我们稍后再说 在屏幕还在显示 欢迎界面和信入系统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这台机器两边的这些接口吧 其实接口的布局和之前的 MacBook Pro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充电口 然后是两个雷电接口 还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口 不过这次有一点特别的是 在M4 Pro或者M4 Mac芯片机器上 这个雷电口不是雷电4接口了 而是换成新的雷电5接口了 雷电5接口拥有更高的带宽 最大可以到达120Gbps 一般是用到80Gbps 这对于一些外接设备 尤其是高速存储设备实在是太棒 后面我也会用手里的雷电5硬盘盒 来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然后右边是一个SD卡的读卡器接口 还有另外一个雷电5接口 一共是三个雷电5接口 以及一个HDMI2.1接口 这个接口是个2.1 不是我之前用的那款M1 Pro上面的HDMI2.0接口了 可以说相当不错 其实这部分也没有什么太好说的 因为从M1 Pro时代开始就一直继承下来了 这个模具就一直没变过 我对于这个端口的配置其实是相当满意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Pro机型 需要的就是这些性能和它的扩展性 这些接口可以很大的方便使用者的使用 然后正好也展示一下键盘吧 港版默认的键盘就是这种美式键盘 看着会比较干净和简洁 我上一台的M1 Pro选择的也是美式键盘 我觉得还是美式键盘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然后包装里的数据线 刚才也看过了 这种磁吸接口可以很好的避免 不小心把电脑整体落下来的情况发生 然后这个接口因为我买的是港版的机器 所以是这种英质的接口 在国内使用的话需要配一个额外的转接头 其实也不贵 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然后这个充电的插头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140瓦的充电头 又大又沉 未来我大概率应该会用手中的其他充电头去替换这个充电头 因为它实在是太大 而且它只有一个Type-C接口 拓展性会差一些 所以这个用不到我就先放在旁边吧 好了开箱基本上完成了 那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系统去进行一些简单的配置 如果有的朋友已经很熟悉这一块了 可以跳过这一块 直接看后面的内容 因为我买的时候Siri的智能只支持英语 所以这里我选择的语言是英语 然后地区先选一个英语的地区 这里选US 然后这里有一些辅助的设置 我暂时先不选 接下来连上家中的网络WiFi信号 然后是数据和隐私保护的声明 再然后下面会问数据迁移相关的问题 是问你是否从另外一台Mac上迁移过来数据 或者从其他的Windows系统中迁移过来 这里我因为是全新创建系统 所以直接选择Not Now 下个界面就是开始登录我的苹果账号了 这里我登录的是我的美副账号 然后因为是一台全新的设备登录这个账号 所以它会发送一个验证码到我的手机号上 输入我的验证码之后 就等于连上我的苹果美副账号了 同时会用这个账号登录iCloud和Apple Store 以及其他一些苹果服务 比如Apple TV 接下来就是给这台电脑 创建一个本地的用户账户了 未来登录系统的时候 会要求输入这个账号和密码 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你输入的密码和刚才登录苹果账号的密码 不能设置成同一个密码 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提示 这些登录好之后 就可以开始登录了 慢慢等待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它正在登录iCloud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设置一些个性化配置的界面 如果不需要改什么的话 就可以直接积蓄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看到Apple Intelligent的仪式了 可以看到苹果的AI 包括这些功能 改写和总结邮件或者消息 Siri会更加智能更加符合个人习惯 隐私保护不会分享你的数据给苹果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这个页面应该还没有提到 下面这个页面是给你的电脑硬盘全盘加密 我暂时不需要这个功能 而且这个功能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性能消耗 所以这两项我都没有选 然后继续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开始设置键盘上的TASHID按钮 就是键盘右上角的这个按钮 是可以通过录入指纹来解锁电脑 或者其他一些操作的 然后就可以替代输入密码的繁琐 当然每次开机的第一次进入系统的时候 还是需要输入密码的 下面就是录入指纹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Apple Pay的配置 这里我先选择以后配置 然后下一步 然后就正式登录并且进入桌面了 进入桌面就可以看到默认的壁纸 是一个阳光照进森林的背景 其实感觉一般并没有包装盒上的那张桌布好看 然后进入系统前的一些配置就算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港版默认可以开启的AI功能 进入到系统之后 从设置进入到Siri配置界面 就可以看到上面的Siri的图标是这样显示的 打开Siri的开关 然后就可以看到弹出一个提示框 这个提示框是说改善AI功能 但是需要share数据给苹果 我这里选择not now就是不share 接下来这里要注意 因为我开箱的时候 苹果智能还有Siri还只是指支持英文 所以这里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英语 然后Siri会下载箱的数据包 同时在屏幕右上方会弹出一个提示 显示为苹果智能AI做好准备 然后在Apple Intelligence和Siri下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按钮 叫做Turn on Apple Intelligent 这个时候就可以点了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就可以看到Apple AI的界面了 这里界面上会提示你目前的Apple AI 可以做些什么功能 接下来选择继续 就进入到一些 苹果AI带来的智能提示功能 可以实现总结提示信息 并且让提示信息堆叠起来 让阅读更加方便 目前这些苹果自带的应用程序 只是这些 接下来是Siri借助AI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新的Siri可以帮助你查找信息 或者完成任务 下面也提示了 可能Siri会将你的信息 比如音频或者Siri的配置 或者地点发送给苹果去处理 当然它也承诺在传输中是加密的 你可以通过语音的设置 比如喊Siri加你的指令 或者按住Siri这个按钮 来对Siri发布命令 也可以通过打字 来传达你的命令给Siri 这些都完成之后 苹果Siri这部分的AI功能的配置 就算完成了 可以看到这边 Voice的位置 正在下载一些配置文件 这个就是AI功能已经打开了 然后其实现在的Siri 以及苹果智能 是整合ChatGTP的 就是说 在Siri或者苹果智能不能实现 或者无法搜索的时候 会调用ChatGTP去进行搜索 不过因为我现在的系统版本 还是15.1.1 还看不到ChatGTP的关联按钮 所以需要升级到15.2以后的系统 才能看到它的关联 并且可以配置ChatGPT的账号 那我下面先去升级下系统 升级完系统之后 就可以看到苹果AI这个界面中 多了一个扩展的区域 这里就可以看到ChatGTP的扩展 如果苹果内置的AI功能 无法完成的指定 就会发送给ChatGTP 去进行查询和执行AI的处理 点开ChatGTPT的扩展 就可以看到ChatGTP的目标了 这里会提示你ChatGTP如何工作 和能完成哪些工作 这里显示的是和苹果Siri进行深度整合 通过描述才能生成文本和图像 可以配合ChatGTP的账号使用 你可以控制哪些信息分享给ChatGTP 并且可以随时关闭 而且这里也写了 如果你不登录ChatGTP账号的话 那么你的请求或者信息将被匿名化处理 并且不会用来训练AI模型 这里我启用ChatGTP 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了 想用用ChatGTP完成AI指令吗 很简单 登录账号就可以了 具体步骤就不用我说了 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 我在这里也随便演示一下它的信息改写功能吧 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么一段文字 我觉得它写的不够好 可以借助苹果的AI去帮我改写一下 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可以去尝试 比如这样 然后其他更多的AI功能等后面有机会再试吧 总之来说它目前来说的AI功能 其实有些还是比较鸡肋的 但是有一些还是比较实用 我们在后面如果有机会做一些深度测试的时候 再演示给大家吧 开箱完成了 基本的配置也配置的差不多了 稍微用了一下 给大家说一些个人的分享吧 其实这次选择了M4 Max的芯片 也是想体验一下Max的芯片 毕竟评测是评测 只有自己亲身体验过之后才能有最真实的感受 具体的性能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别的博主的一些视频 我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 M4这代Max和Pro的芯片最大不同 或者说前几代Max跟Pro芯片最大不同 其实是体现在它的显示核心上 Max带的会更多一些 性能会更强大一些 如果单纯从性能角度提升来说的话 其实这一代的M4 Pro芯片 要比MC Mac芯片 将对于上一代提升更大 这里指的是同级去进行比较 这一代的Mac芯片 感觉抵押高的成分会更大一些 大家可以看具体跟Pro的对比 还有跟上一代Mac芯片的对比 就可以了解到它的差距 Mac芯片的电脑价格比Pro芯片的电脑贵 因为它的性能更强 但是为了能实现更好的性能 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缺点 比如Max芯片电脑的续航时间 会比Pro芯片电脑短 散热也会更加激进 也就会带来更大的散热噪音 当然这些都是为了性能 而且如果想选择超过32GB容量的内存 也只能选择M4 Max版本的MacBook Pro 如果对性能 尤其是对图形性能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还是建议购买搭配M4 Pro芯片的MacBook Pro 因为M4 Pro芯片的性能提升 相比于M3芯片内带的提升 是会更大一些的 尺寸上 这次苹果电脑尺寸选择与三年前不同 三年前我选择了14寸的M1 Pro 版本的MacBook Pro 因为当时认为14寸会更加便携 更加轻便 但三年使用下来 我发现真正需要携带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开车 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 所以14寸的轻便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反倒是屏幕尺寸小的缺点显现出来了 在使用软件或者进行屏幕缩放的时候 字体会变小 大家应该了解 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缩放比例才能看清 但这样一来 屏幕显示的内容减少不太方便 尤其是使用一些剪辑软件的时候 这个问题会更加明显 相信有类似使用体验的朋友都能理解 这个应该也是14寸的屏幕 相对于16寸屏幕的一个缺点 其实14寸和16寸的屏幕 听起来好像只差了两寸 但其实它的显示面积的差距其实还是不小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既然我带它出去的机会不多 主要在固定的地点或者家里使用 并且呢 对屏幕的尺寸有要求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Mac mini 或者Mac Studio 然后搭配一个外接显示器来使用呢 这样的话可能价格相对于这种 MacBook Pro的笔记本还会更便宜 那其实我选择这款 MacBook Pro 16寸的笔记本的原因很简单 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块屏幕 可以说这块屏幕是我的刚需 买这台笔记本 一多半原因是因为这块屏幕 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尤其是在我想要做HDR视频或照片的时候 即使再大的外接显示器也很难去替代它 因为这块屏幕的素质非常优秀 无论是亮度还是它的显色指数 以及它的各种各样其他的性能 用再多的美好的词语去形容 其实都不为过 具体的屏幕技术参数 我这里就不过多巨数了 目前在市场上 普通人能接触到的 能和这块屏幕显示效果相似的 也只有那台苹果的32寸SDR Pro显示器 而那台显示器的价格高达4万多元 如果顶配的话 那可能花的会更多 这个价格实在是买不起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是苹果最新的搭载M4芯片的iPad Pro 它的那块新的OLED屏幕 也是显示效果非常不错 但是它最大也只有13英寸的一个版本 还是偏小了一些 所以综合来说 作为一台未来去观看 还有剪辑HDR内容的设备 这台笔记本的屏幕 可以说是创作者的一个基本的刚需 而Mac mini和Mac Studio 是无法提供这种体验的 不过在16寸笔记本电脑带来的优势的同时 它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16寸的重量 也是实实在在的 比原来14寸的要沉不少 拿在手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是很有分量的 如果经常携带它外出 尤其是背在肩上 那感觉并不是太合适 而且呢 因为它的体积比14寸要大 对于携带的背包的大小 也会提出一些要求 普通的一些背包 可能很难去装得下 这台16寸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这一点 如果想去买16寸笔记本电脑的朋友 需要去考虑一下 当然呢 对于我来说 为了能实现更好的效果 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屏幕聊完了 还有一个优点 是买了之后才突然发现的 那就是我意外的发现 16寸的这块触摸板的面积 要比14寸的要更大一些 对于平常使用笔记本 自带触控屏的体验会好不少 比如说 手在上面滑动的时候 就不太容易滑出边缘了 而之前在14寸上 使用这块触摸板的时候 因为它的触摸板相对16寸要小 所以在14寸的触摸板上去进行使用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碰到边缘 甚至滑出去 非常影响使用的体验 还有换成16寸之后呢 它的这个音箱 感觉上也要比之前14寸的 那台笔记本的音箱效果要好 感觉这款16寸带的音箱 当一个普通平常去播放一些 Hi-Fi音乐的音箱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说了这么多 因为也是刚上手 所以可能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发现 在我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再回来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其他的实际使用体验吧 总之 如果你对屏幕的素质要求比较高 并且有剪辑HDR视频方面的要求 那我强烈推荐你去购买16英寸的 这款MacBook Pro 倒不一定去选择M4 Max芯片 但是你可以选择M4 Pro芯片 也是完全可以的 它确实要比14寸要好用不少 总之来说就是看自己的需求出发吧 好了 如果你对这台电脑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大家一起友好的交流 同时也提醒大家 未来这个频道的很多节目 都会去使用HDR去进行制作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一个关注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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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